目前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爱荷媒体阿布都拉向克里米亚通讯社透露 因为他在土耳其读大学 他在东都觉散的家庭被中国当局非法逮捕 由他被判入狱 他表示他于2017年来到土耳其 一段时间后他与家人的联系中断 他说一方面担心家人的命运 一方面受到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 到2019年他通过间接区道获悉 他家有四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 他说我父亲和哥哥在集中营拘留大概四个月后被释放 但是我的母亲和姐夫被拘留两年 然后被判处徒刑 我母亲哈吉阿尔古里努尔是一名家庭主妇 被判处14年徒刑 姐夫伊利亚斯托尔勋被判处19年徒刑 他表示我姐夫有三个孩子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河南省拥有大量回族居民 严重遭受伊斯兰教中国化行动的打击 这场行动让全省的亲人寺看起来更像中国样式 甚至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 据湘秋市一宗教人士透露 中央命令河南省一千多座亲人寺都得改造成中国化样式 之后湘秋市民权县五处亲人寺遭到强行改正 湘伯党亲人寺 湖吉祥亲人寺都在被打击之列 这名宗教人士还说 政府官员威胁说 谁敢抗议或抵制国家政策就逮捕谁 位于该省徐昌市安建区的武女殿镇亲人寺 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寺 今年4月 该寺被宗教局故人强拆了圆顶和新月标志 整改成了一所中式六角亭式建筑 同时 中共当局在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的框架内 将清真寺转变为中国风格 但为了消除宗教价值 也实施了各种障碍 压力和控制措施 中国近日多地暴雨 殉情严重 中国最大淡水湖攀阳湖水位已超过1998年洪水位 破历史高峰 据统计 中国目前至少有27审受灾 受灾人数已近3400万 位于成江下游的江西省 灾情同样严重 省政府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二级提升至一级 由二级提升至一级 中国水利部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雅早前表示 潘洋湖湖口水位仍在上升 预计第二轰封将在7月15日左右到达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周五公布 该机构派出先前小组已前往中国调查武汉病毒的起源 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到中国调查武汉病毒的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视频记者会上透露 已经派出两名专家前往中国与中国科学家合作调查疫情源头 美国驻日本冲申军事基地爆发60亿人集体感染武汉病毒疾病事件 冲申县知事玉城丹尼星期六召开记者会公布了有关情况 共同社报道 驻冲申美军指挥官在和玉城丹尼的电话会谈中表示 已对位于冲申先中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普天坚基地和汉僧营实施封闭措施 由于美国独立纪念日前后 许多美军相关人士前往冲申本岛中部逛街或用餐 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